有200萬都不夠給首期 信貸報告露原機 Marcus明年就結婚了 和未婚妻想買沙田第一承單位過二人世界 單位成交價588萬 本來打算做六成按揭 誰知簽了臨約和銀行申請按揭時 銀行說做不到六成 原來銀行查過Marcus的信貸報告 發現他在八年前為哥哥的物業做擔保人 所以這個新買物業被銀行視為第二物業 結果這個單位按揭成數要降低一成 Marcus大失預算 幸好有親友支持 給多58萬8千做首期 總算能夠完成交易 如果Marcus一早自行查閱信貸報告 發現自己是哥哥物業的貸款擔保人 其實可以及早向銀行申請解除擔保人身份 但是處理都需要時間 所以在有意置業的六個月前 應該先行查閱信貸報告 這樣即使本身信貸狀況不理想 都有時間去改善 之後申請按揭時就更順暢了 spot除慢 點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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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燈